那我现在就反过来 我们就想说 像你现在还有哪些值得你挂爱的 写下来 早点交代 我们最近有一位法师就写了医嘱 他把事情讲 她说 这样看安心也行 他现在还好 不过他就把医嘱 开始讲了这个钱交给谁 这个等等等等 她现在交好 那他问我 这样好不好 我说这样不错 他说那怎么样 我说 因为有时候有代笔遗嘱或自己写的 有机会如果可以的话 到法院公正最快 因为那个省了很多麻烦 那像我们有些东西就事先交代 那我们这个交代不是光遗嘱的问题 而是这世间里面有时候是眷属 有时候种种一切 早点交代 所谓交代就是怎么样 他顿时之间消失 我欲能随缘舍 没欲 欲就会牵着你 多欲你都跑不掉 你会挂爱 然后就急着 死的时候死不瞑目 因为要交代 免得怎么样 挂爱很多 我们看到有人到最后还在交代 不要交代了啦 就随他去吧 这个事件是岂是你正处理完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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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